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酒庄主人外出未能及时赶回 另挂在枝头的葡萄错过了正常的采收时间 紧接着一场比往年早到的暴风雪突然袭来 严寒令葡萄冻结成冰 归来的酒庄主人不舍得就此放弃 将这些冰葡萄采摘压榨 得到了极少的果汁 由此酿造出了少量葡萄酒 没想到 这葡萄酒竟有一种异语往常的独特风味 此酒因此得名冰葡萄酒 冰酒的最早起源于德国和奥地利交界一个地方 后来在这两个地方发展 但是后来加拿大人把这个品种悬移出来 在加拿大做事影响 在葡萄酒的世界里 冰酒堪称是女王般的存在 这是因为冰葡萄的生长及采收 对自然环境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 普通的葡萄在秋天就采摘了 冰葡萄却要在藤上多待两到三个月 在这段时间里 它需要适当的环境湿度 以保证持续的自然脱水风干 而不至于霉烂或过度干硬 两个多月后 还必须要等待一个特殊的气候条件 零下8度且持续12小时以上 这时冰葡萄中的水分全部凝结成冰 才可以进行采收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桓仁宛如一位清新秀丽的长白仙女 宛然长成于长白山南路 2000年 疑似远赴加拿大的考察 令桓仁人发现 安大略省的纬度 气候条件与桓仁非常相似 而且当地有着庞大的水域 可以延缓无双期 于是萌生了将桓仁县打造成东方冰酒产区的念头 桓仁的桓龙湖湖区满足了冰酒产区的一切条件 这里海拔380米 葡萄园缓坡向阳 有利于形成夏季温暖 但昼夜温差大 冬季寒冷却不干燥的湖区小气候 尤其是在12月至次年1月 对葡萄在零下8度的自然条件下 冰冻超过24小时 具有充分的保证 这个是同时重量组 有一个是白结 就是一年不要得急 我要这个急 双猪连体方式解决了威戴尔葡萄既可以晚收 又能安全越冻的问题 实践证明 威戴尔在还人的表现异常优异 2005年 由教育部主持 中国农业大学联合张域 长城 王朝等企业 共同参与了威戴尔冰葡萄酒生产技术 与其分类物质研究 2006年9月26号 张域黄金冰谷冰酒酒庄入驻还人产区 随之而来的还有张域先进的管理理念 技术团队以及销售体系 一般来说 每5000粒冰葡萄才能酿出一瓶375毫升的黄金冰谷冰酒 经过数次压榨后得到的冰葡萄汁 经过三至五个月的发酵 澄清过滤 还要低温储藏至少一年才终得佳酿 黄金冰谷冰酒酒庄拥有全球最大的单体冰葡萄种植园5000亩 每年可产1000吨冰酒 分为金钻 蓝钻 黑钻三个等级 填补了张域在冰酒领域的空白 也使世界冰酒产量翻了一番 近年来 张域的冰酒在世界上屡获好评 近2020年 张域冰酒就在布鲁塞尔国际葡萄酒大奖赛等国际赛事中 斩获了7个金奖 中国冰酒产业从无到有 从探索起步到占据世界冰酒的半壁江山 仅仅用了20年的时间 目前 还人有威戴尔葡萄基地约1万亩 冰酒企业16家 年产量约1500吨 在全球变暖 德澳加三国冰酒产量极不稳定的情况下 还人的威戴尔冰葡萄酒几乎占据了整个国际市场 如果您也钟爱冰酒 不妨来到北纬41度的还人与冰酒来一场甜蜜遇见吧